哎,这不是藏三哥哥吗?藏三哥哥,你怎么又来闯关了呀?现在你为什么要收集绿色的药水呢?我的天呐,三哥,你怎么长出翅膀来了?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原来呀,小五妹妹被怪兽抓走了,我们的三哥要拯救他呢。三哥,你可一定要加油呀,一定要把小五妹妹给我救出来。哎,啥情况呀,三哥,你怎么进入了一个大门里呀?大门里什么都没有,三哥气得是直坐脚呀。 哎呦,三哥,你就放心吧,一切都包在我身上。这一次,我一定要让你打败怪兽,救出小五妹妹,因为小五也是我的女神。现在呢,你要不停的收集这些绿色的药水。你看,现在你的能量越来越强大了,而且呢,你还长出了翅膀,变成了超人。现在呢,你就差一个盾牌,还有一个好天锤了。三哥,加油,千万不要放弃,多收集点绿色的药水。 我的天哪,现在我们的三哥,马上就有盾牌,还有雷神之锤了。只要你进入大门之后,一定能找到小五。小五,小五,你在哪里?三哥来救你了。哎,啥情况呀,小五去哪里了?我怎么找不到他了?现在,我们的三哥非常伤心,因为他找不到小五妹妹了。